要怎么做update,修改资料 那首先的话,我们刚刚,我又把资料再做查询 所以这一个module的话,查出来资料就是123 那里面的话,假如说我要修改其中的一笔资料 这个资料的话,假如说 我希望这个 这个编号1的这个电话号码改成什么? 本来是02987,可能改成654好了 OK,类似像这样子 那修改怎么写? 首先的话,一样,程式基本上就跟刚刚查询这一段是一样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拿这个当范本 然后把它复制贴过来 中间也一样加三行就可以了 OK,主要是这三行 那你会发现,这三行长得跟刚刚那个删除还蛮像的 只有哪个地方不一样,只有第一行部分不一样 本来我们是什么,delete,delete from 哪个table,会有后面条件吗? 那update的话呢,其实呢 它的写法,特别是哦 它没有update,update后面没有from 所以特别是常会忘记 update哪个table 就是你要修改,修改哪一个table 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后面这里 做一个什么set set后面的话,其实就是修改哪一个栏位 也就是我要set哪一个栏位,tl这个栏位 把里面的资料改成什么呢?改02 6,本来是987嘛 你帮我把那个什么呢? 1号的资料里面 改成就是02 654,然后会有number 它编号1号的 OK 那再一样,把它做什么呢? 做com.sq 把它执行 那最后一样是侃命 只要是你变更资料的话 一定要侃命 所以哦,特别是只有查询不需要侃命 为什么?因为查只有围读嘛 读回来 那你新增有变更资料 删除也有 修改也有 所以特别是这三个都要侃命 如果没有侃命的话 那等于是没有确 没有确定就没有写进去 等于是它虽然有跟资料库沟通 但是最后没有确认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commit的部分 还有一个地方同学有问到 诶?哪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com.sq 有没有? 可是为什么他会说 老师你这边的话呢 为什么叫 这个cursor.sq 或者另外一个写法是com.sq 回来的话到cursor 这两个写法都可以啊 不过后来我发现 比较精简的写法是 连等于com都不用 就直接怎么样?com.sq 也可以 OK 那实际上当然我前面有解释过 这个com 这个物件 实际上就针对的是资料库 也就是我把它称为叫资料库物件 OK 那cursor 的话是资料表物件 那以后的话呢 如果查询部分 最后资料会是放在cursor里面 所以特别注意前面 我习惯只有查询部分 会用cursor.sq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两个物件 都可以传递cursor.sq 两个都可以,有点像 今天你要跟董事长报告的话 可能那个经理他有权限 总经理也有权限 所以其实两个都可以 跟最上面的老板沟通 对不对 那只是说呢 一般只有slate的部分 会用cursor.sq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实际上 这个另外一个写法 就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怎么写成这样子 写成那个什么 cursor.sq 把这个查询到的结果 丢到cursor里面去 这样写也OK 只是 当然我前面讲过 如果可以让它层次精简 那我就写比较精简 所以我就写这样 cursor.sq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把1号修改 本来是987 改成654 执行看看 那一样最后把它查出来 看结果不OK 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1号 就被改成654 那如果我改2号 比如说我这边一样 2号 number 2 那我要改成什么 改成本来是987 改成123 02123 OK 那一样执行完之后 你可以再把它查出来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就变123了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 要update这个语法 就可以很方便 假如你要修改 哪一个编号里面的哪一个资料 那就很方便 这常用到 好像会员资料 你要变更 那就update 所以一定要有key 这个key 这个key的话是唯一不变的 比如说它的什么呢 会员编号 会员编号不可能重复嘛 或者身份证字号也不会重复 那为什么不能重复啊 因为如果重复的话 那将来变更的 就会是同时变更同一个人的资料 所以有的时候 你不能用什么 用姓名当key啊 不能用姓名当你要 那个什么 这个会员后面的这个条件 因为你姓名的话 那假如刚好你会员里面 有同样姓名的话 哇 那惨了 改电话 有两个人的电话 都变更了 那不对啊 你当时打电话 就变成说呢 两个变电话都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小心 key的部分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那所以呢 我们刚刚就是把新增 查询 删除修改 通通把它完成了 那完成之后的话 请各位把 这些地方把它做个 变更 也就是第一个 我们就是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之前我们的那个 还记得吧 在我们的那个根目录底下 我们的 cd底下 我这个 我是放在 python的2021这个目录里面 会有一个叫Member member.tst 这个 这个资料里面的话 就是会员资料 那总共的话 就会有 50笔资料 如果说我今天有个需求 我希望 可以把这50个会员的资料 把它放到资料库的话 那我也许 第一个 我要先新增一个table table名称也叫Member01 ok 里面的话 总共会有 五个栏位 因为有编号 姓名 地址到手 其中五个栏位 那我需要什么呢 就把资料分别写到里面去 之前我们是只有写一笔 可是如果你要写多笔 就跑回圈 中间的话 就insert into execute insert into execute 那就一笔一笔的帮你把它全部写到资料库里面去 写进去之后的话 再试试看 把它做什么 做查询 把它全部查出来 或者甚至你可以做一个查询系统 比如说我今天要查编号几号的资料 或者是姓名关键字 或者是甚至我要查它的电话号码 电话号码是什么的 会员资料带出来 都可以用slate ok 另外的话还有删除 比如这个会员它离开了 把资料删掉 那如果哪一个会员 它这个电话号码变更 那我可以变更它的哪部分的资料 ok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 请各位试着把刚刚的 这四个主要的功能 先把它熟悉 那待会的话我们再来做个变化 ok 那实际上 会员资料这个可能 你要把之前我们如何把资料 读进来那部分 再复习一下 第一步就是把member.tst 如何读到我们的这个程式里面来 有没有 读的过程当中要能够把它写 所以要怎么样把档案读取跟资料库的写录 结合在一起 所以你会发现 那个会员资料的新增 这个部分可能就是要把前面交的跟今天讲的 把它二合而为一 那这个程式的话才有办法写出来 所以未来其实很多地方都是结合在一起 比如说你可能又读档 那你就是读档的部分 再跟写资料库结合在一起 那未来还有讲到所谓的网路爬虫 那爬虫的话就是将来也要爬资料 只是差别 资料是在网路上的 那爬下来一样会放在资料库 有没有 所以你爬 所以要把什么 爬虫跟资料库 的这个建立 把它结合在一起 有没有 就是有点像 这个零件 拼拼臭臭的 那就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新增 查询 删除 修改